原住民部落地区无线宽屏建制计划 以i部落iChat为名的网路系统架构 23号上午在成功镇的都立活动中心 举办了启用开通典礼 行政院长毛治国也特别南下出席这场 以提升原乡部落网路覆盖率 还有频宽升级造福部落族人的活动 原民会也会以三年的时间 在全国将近200个原乡部落 陆续完成免费WiFi的系统建制 由原民会执行的建构原住民族地区 无线宽屏环境计划 在全国200个原乡部落 进行i部落免费WiFi建制 原住民地区的700多个部落 我们逐步地把它建制 未来这数位落差的问题 透过这样的一个无线宽屏的建制之后 我们慢慢地就把它消除掉 台东地区既建制TD-Free之后 未来在偏向部落结合i-tried 无论是台东民众或是游客 都能够在户外享受使用免费WiFi的贴心服务 我们也开始推动智慧城市 去年8月我们台东县在全县建制了250个 户外免费WiFi的这个AP 可以说这个台东FREE是台北市以外 第一个一次在全县整个行政区里面建制 全县免费WiFi的一个县市 我们这个从去年8月开通以后 现在的会员数已经超过10万人 每天的使用量都有一两万人在使用 平均每一个人使用的时间超过90分钟 可以说是公共网路的奇迹 而且使用的满意度非常高 我自己在这边可以很臭屁地讲 我们的满意度比台北的那个台北FREE要好太多了 I try 开通建立 在这边我想第一个 要谢谢这个林主委提醒我这个政策 当然我们要国动委员是最后最重要的幕后推手 然后这个林主委是执行者 而我们在所有的这个台湾的部落里面 我们选这个台东来作为开通建立 这也是因为刚刚这个黄先生有提到 台东是我们台湾各个县市里面 爱台湾 爱台湾里面一个最好的典范 先前已经在桃园市复兴区五道能感等八个部落完成Wi-Fi建制 再加上台东都立等十个部落 总计全国有十八个部落已经完成建制 这个计划不只涵盖免费无线上网 还有巡回医疗与数位学习的功能 也带给部落族人更为便捷的网路服务 东南新闻张家伟 程龙正报导 十个部落 both 至少 扎 顶 � carving 能 拍灯